虽然NVIDIA幻星显卡的即将上市 相信不少玩家对GP显卡都饶有兴趣 而其除了会增加限制挖矿算力的做法以外 还将引用新的标识拥有和老旧显卡区分开来 而作为DIY的配件以及外设厂商当然也是没有闲着 不断地通过新产品来扩充自己的产品阵容 那么接下来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 又有哪些新产品是大家买不起但看得起的呢 首先是显卡方面 目前影驰率先公布了旗下限制挖矿算力的新显卡 其中包括RTX3060大将OC RTX3060T黑将 RTX3070黑将 以及RTX3080黑将等四款产品 而在算力方面 四款新品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中RTX3080的哈希速度也为43MHz每秒 RTX3070的哈希速度也为25MHz每秒 RTX3060T的哈希速度也为25MHz每秒 RTX3060的哈希速度也为20MHz每秒 相较于此前的老款算力 竟得到了减半 除此之外 影驰还表示四款新品都会加入FG的后缀 以此来证明这是阉哥算力的新系列 至于价格嘛 应该会和之前的指导价一样 然后是主板方面 国内知名电子品牌昂达于近日公布了旗下全新产品 B365D32D4蘑菇版主板 其采用了224Pin ATX和双8Pin CPU供电 拥有一条PCIe乘16插槽 一条PCIe乘1插槽 以及一个M2插槽 而让人意外的是 其配备了多达32个SATA接口 以及四条DDR4内存插槽 整体售价为3299元 不吃意外 昂达的这块主板肯定会受到矿工们的欢迎 内存条方面 目前美商海盗船宣布 旗下首批DDR5内存已经正式量产下线 其起步频率会是4800MHz 并够轻松突破6400MHz的高频 而据海盗船透露 DDR5内存的单根最大容量可达128GB 并且拥有更高密度的内存颗粒 以及自带ECC功能等 预计将在英特尔和AMD下一代平台发射之前正式上市 对此携带的玩家不妨再等等看 硬盘方面 作为国内创新型的科技公司 大华存储于近日宣布将推出旗下新的产品系列 大华C900PLUS固态硬盘 其拥有着3400MHz和3000MHz的读写速度 以及256G 512G和ET三个版本 同时其还采用了原厂3D闪存芯片 以及MaxRiteMoneySL缓冲技术 最高总写入字符TBW可达512TB 支持10年质保服务 性价比也还算不错 对此有需求的玩家近日可以关注一下 接着是散热器方面 目前备受玩笑好评的利明 于近日推出的旗下风的散热器中又有一款新品 G1401X 其为14厘米单塔式设计 整体高度156毫米 用5根新工艺6毫米AGHP逆中力热管 AGSFDB轴程D14X风扇 随大转速可达1800RPM 另外根据利明介绍此散热器不仅能够兼容常见的ATX机箱 而且能做到拨打ITX尺寸内存条以及显卡等 目前官方售价279元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 最后是游戏本方面 接30系主机发布之后 雷神科技由于近日 公布了旗下新一代的旗舰产品Zero系列 据了解Zero全系列采用了 英特尔11代酷睿i7-11800H 并标配了一块2.5K分辨率的16英寸高清屏 又有165Hz的高刷新率 以及100%的sRGB高色域 除此之外还可以选备 RTX3060、3D70、3D80等三种不同的配置 至于详细的配置 大家可以一部雷神官网查看 另外RTX3060款售价9,299元 RTX3070款售价10,999元 RTX3080款售价16,999元 且均处于预售阶段 对此感兴趣的玩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产品资讯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哪些产品比较符合你的胃口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打不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些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